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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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刺如來於松山盡棋 而一色金頂佛登襲暴 矮窩西城野望 一夜之間 神掌幫聲勢蓋過少林武當 江湖中人分身趕赴 位於凌山的天佛城朝聖 拔街是啟開美 快就等如果你 NOT répond 拜服於如來神聖禮殿 大小門派望風貴婦馬首是殿 令神長幫在短短半年後整合成 中原武林如七成勢力成為聖明如滿疾波 歸望如日中天的天下第一大幫 可似人間總有命還不靈者 得便是非盲目對抗 為何自等邪魔內道 實現武林雲雄萬眾同心滋餘外部 寶家衛國如來恨知雷情手段 拜顯覺派良識如來神長的四大弟子 鬼秀羅 鐵冠音 盧金歌 瑞羅漢 南征北土 潑亂反正 大開慈悲殺戒 成熟三千世界 怎樣啊 又不接的仆街 又說你說 五味許喪拳 玉角 自力一統團結慶幫 萬聰期待 黃玉郎 身赴奇奇示範 作七月再顯眼賣報復計 寂寂真情本身 即是這樣 厲害啊 今天我們有BGM 多謝新鞭 但我們還沒說書名 對嗎 神搶搶搶搶搶搶 黃玉郎新作 剛才我看到黃玉郎新作的講公 我看完打橫的一句 大家要留意打橫的一句 讀多一次出來聽 未許分裂 喪拳玉郭 才能一統團結慶幫 我立刻在想 哪個仆街大宗話交編劇編的 幸好 不得不跟你說 我雖然是一個左膠 但我是一個會響國歌的左膠 所以這些事真的不關我事 有一個傻傻傻傻交往代 哈哈哈哈 這本書講了今期的 不要錯龍虎門 有提過 下期的龍虎門會連載序章一 再下期即是23日出版的龍虎門 就會連載序章二 然後到第二天 即是24日動漫節第一天 就會出 聚長一二加所謂的第二期 即是會有一本六十多頁的書 賣十五元 即是一出便是第二期 是的 即是他要你買龍虎門看 厲害 這些便是行銷 因為他沒有創刊號 那些人便沒有創刊號 哈哈 不用跟你說 這本創刊號值錢 還有真是開創仙河 通常第一本出書 通常不是第零期就是第一期 他一出便是第二期 那真是創仙河史無前例 那麼厲害 那玉記不是第一次 那時候有神兵F2出過一加二 天子四都出過零期 零期之後有一 但他一出便是第二期 沒有試過 一出第二期 那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叫做一 我真的不知道 我必須要澄清 剛才阿基讀得這麼激昂的那一段 我是寫不出的 無論是這句slogan或者是內容我都寫不出的 而最鬼馬的是什麼呢 最鬼馬的是大家留意剛才阿施迪阿基讀得很興奮的那一段 充滿了武俠味 古早的武俠味的旁白 很有趣的 他在這裏說到 我喜歡鐵觀音 我喜歡普利多些 即是立即聞到一股茶味 有沒有魂霧 魂沒的精液版鐵觀音 這本書如果大家有看過《龍虎門》上星期說的男主角應該是叫華小玉 如果按照這個預告 我們相信華小玉是一個冥環不靈 不辨是非 盲目對抗的邪魔愛道的一個角色 因為故事是說主角要對抗神掌幫 簡直是屢通外敵 他還說是有抵禦外母 即是他是 引清兵入關 真是仆街 真是人渣 黃小虎過去是兼職 其實華小和黃小都是同一個 就是那個小字 其實就好像One Piece裡面的D字那麼重要 小字一族 有人說過黃小一族 即是有黃小虎 黃小龍 黃小石 華小玉 華小玉和黃小聖 我們在春州自豪見到 當時局他改稱黃小 很難說 不可能你跟我講 你可以提供你的idea給我 可能就是這樣做 哈哈哈哈 即是問題是 可能出完上一期的預告說 如來大破倭寇 西城野望之後 今期就說 其實如來想統一全國 第三期就出不知什麼 到第四期就說 其實頭三期的預告也是假的 這樣就會配合這個故事 但其實你這樣看 今期的廣告真的像反鳳 反鳳的那個 如果是故意安排 我都可以接受到 因為我off mic之前 和萬極談過這件事 我覺得如果他玩反鳳 其實是OK 但問題是 如果你把反鳳的廣告 拆開到四期來出 我看完頭兩期 我覺得你又說這些 我未必會繼續 我連廣告第三期的廣告 我都懶得看 如果你是連續四頁的廣告 是這樣 我看完頭三月 我一揭去第四頁 就發現原來頭三月是騙鬼我 那我反而有多少驚喜 拆開四期 但其實反鳳是OK 但你看不出它是反鳳是不OK 哈哈哈哈 即是如果是What If的話 那我就明白原來他 一直都在玩一個這樣的手法 但其實這個都是我們暫時猜的 下個星期四 下個星期四 就看到頭十六頁究竟是什麼 當然大家都明白 有小弟在下為弟弟粉 就不要抱太大期望 就是這樣 OK 總之我在這裏 即使我是一個左膠 我也是一個會聽國 所謂國歌的左膠 我不是大中華膠 阿天你記住 OK 還蠻爽拳動 哈哈哈哈 我回去改了自己的網名 好 那講完這個 稍微看一看 上個星期有個香港漫畫 我要先介紹一下你們自己的節目 介紹一下我們自己的節目 我們自己有什麼節目 我意思是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神經病 神經病 我只是幫你小時候聽 哈哈 左膠 大中華網台 講 讀這麼久 也不知道 你也得知 你不會以為自己聽 《廣萬兄弟幫》 我們之前不是兄弟 我們來咬傘 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都有些事情可以提一下 就是我們的Chat Room 其實技術問題有些人上不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搬回 在Facebook那裡可以繼續去討論 如果大家聽直播有些事情想去說 其實錄播也有想去說 根本就不是技術問題 我們決定要知道哪一個實名人在說什麼 好 Chat Room是匿名的 而且問題是Chat Room不關事 可能打Facebook 不是 因為Chat Room是隨便作過名 而且我們BANG不了 BANG不了你 所以要開Facebook 如果你開Facebook 我們就馬上踢你出去 哈哈 容易一點 是吧 這是給神掌的 就是一有人說神掌不好看 就踢你出去 不是 我可以留這些在那裡 是啊 你一說神掌好看的那些 就BANG了 哈哈 哈哈 就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決定 好 那個 媽媽Show 香港媽媽Show 對 其實就是 如果去到的話 你就會知道 都是一個賣物會 包括有漫畫 有大顯然一些手掌 另外有些T 我買了一件Dark的襯衣 就是這樣 所謂的Grand Opening 其實就是 相當之一般 就是 大家聊了幾句 那些嘉賓 很多嘉賓 連 阿Sir都在 每人幾句都唱 好像小威都在 是 忘了小威是否在 我忘了了 發簽名版有他 總之很多人 很多人 非常之多 發簽名版 連阿萬有也在 發簽名版有他就應該在 Cutson也在 有很多漫畫家 亦都有很多老讀者 支持了很久的讀者 我想問大部份都是三十歲以上 參觀的 因為由偉大在下弟弟看的話 應該是三十五歲以上 都有些是年紀輕一點 再提升一點就要 除了我 那就不太好 所以我用這個 做一條線來畫 年紀小一點也有 小到二十八九 一個半個 還有手道展出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藍哥的龍頭版 最惹人注目的當然 是他的龍頭座椅 主要就是那裡不同了 還有換了一件衣服 還有換了一隻手 手換了 因為他變了擔雪卡 詳細我們下星期再慢慢 這就是一個預告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不像再之前一場 關於西游 原畫展 以及野狼與瑪莉的電影宣傳會 就很不同 我想問 因為我第二天去了 都有幾個簽名給我簽 有幾位主派簽名的 但是我想問 藍哥的那個figure 其實是一個很重點的位置 不是 其實沒有人介紹過的 因為我第二天去到 他就被人擺在個箱頭上 我是不知道有那個位置 我去到簽名 我走過來 原來這邊還有的 他剛巧就被人擺在那邊 但是那邊也不是沒有拍照的 那邊是有六個人形紙板 我那天他收起來了 那是不給你看 對不起 對不起 大家可能剛才聽了我們說 為什麼剛才有個男人 不斷問我介紹我們這個節目 因為我們今天有嘉賓 不過嘉賓是誰就有的 名不經轉 名不經轉的Youth Power的Sunny 其實我想說 有重點的 最受歡迎的當然是姓品瑜 反正今集我都來的 那就吵了兩句 姓品瑜原本以上星期說 他應該是主題嘉賓 開幕典禮就兩點鐘 由於地鐵塞車 有很多人都遲到 包括坐下小弟 兩點十都未開始 那我盜聽逃遂 在現場其實不是很多人 一聽都知道那些都是搞的 就是因為要等姓品瑜先生 但是極品瑜結果都是等都不來 三點鐘左右就正式開始開幕 開幕典禮 然後呢 三點半左右 龍少爺的簽書正式開始 極品瑜都是未到的 直到四點九 而活動主禮開幕禮最初是兩點鐘 然後他接受 他跟龍哥押了手 然後接受完娛樂版 那些娛樂版 那些娛樂版的娛樂版 好像發霉 那樣 笑容得我 然後極品瑜一來 那些人湧 跟極品瑜做訪問 走就要交代給阿添 因為我走了 我看到極品瑜就走了 他沒有 因為我當時在排隊幫茅姐 拿龍哥的簽名 不是拿聖品瑜的簽名 然後我看到他閃了一邊 好像閃了去賣東西那邊 不知道繼續做訪問 還是跟人拍照 然後就不見了人 然後我簽完名的時候 他已經消失了 那我想前後半個小時 應該 那真的很長 龍少爺還未知不讓他離開 阿添的壽名一樣 哈哈 是就好了 不是說長 為什麼要等他呢 當初 那他說他是其中一個主禮 那他是其中一個主禮的理由 可能 大家都猜MISD在大陸的發佈 有可能是透過極品瑜的嘛 那所以他現在就是partner 就是這樣 至於具體是否 我當然也不知道 但這些我都是在西九龍六樓 隨便有一間餐廳 有人這樣說 我這樣聽 哈哈哈哈 但龍哥否認了他是金主 不一定是金主 幫忙博腳也可以 即他是partner 可能純粹是PR marketing 那如果說PR marketing 那我也相信 極品瑜不會特別差得過現今 即是廣漫界的其他marketing 即不會好得去哪 但是不會差過他們 噢 水流水 好 那講完了 關於Figure 其實是否有一點點 Tim想說一下 第二個Figure 話說是這樣 那天因為這幾天都無聊的 應該這樣講 我們節目都有提過 為什麼海虎要出那些 按鈎皮帶 而不出Figure呢 那跟著我們就 因為跟最後人的訪問 有點關係 那講一下講一下 就發現原來真的 我想好像是 上一個星期 就有一間公司 本地玩的公司公佈了 他們拿了一個拉神 就會出這個 今年十月會出這個 海虎的Figure 那間公司就是叫做Devil Toys的 那我檢查過一下他公司 這間公司應該是出一些原創的Figure 那就好像沒有做過拉神的 那我就 我上去之後 就是馬尾姐第一時間就說 就是 仆街 錢易比 是 產易破 產易破 如果他不斷出我就真的是 仆街 那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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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Fact的人就好笑 例如有個人說 會不會連個黑麵頭雕送 然後有人說 懂得買的 當然買機頭四 他們送這部分 應該會有KY 那你自己買也可以 你沒有這麼小 那你就當他們拿著一支巨型的KY 然後可能VIP 預先訂的送 一個吊著那裡的白癡 吊著那個才是最貴 瘦到這樣 老實 因為小弟最愛玩玩具 如果不是說 正常水準的應該是買的 但是價錢暫時 什麼都未公佈 是 那就 拭目以待 其實我們都說了幾次 海虎的Figure都很容易做 因為面相不難做 你只游到字文上 或者游一句就可以了 不是 就是直接噴一句 或者你游 那幾條字文都容易做 例如海虎 奧家 你找Edidas那些就可以了 是 看看他會不會有些公佈的照片 我們做回我們一貫的呼籲 最好就送一隻手來把握 會好一點 好 講到這裏 不如順手說馬黑馬馬 好嗎 都是重點之一 也是 手賣 還有賣一本 我不知道叫什麼版 總之是 雖然他現在都發佳 但當日好像聲稱是無法佳 家家的封面 還有龍少爺也是 發佳是草圖版 發佳的那個 馬上有了 是平時的上色 填了彩稿 還有設計是不一樣的 寫得明是 例如有一個黃色的圖片 旁邊寫了創刊號 相對是一個更完整的封面 即是發行的一本漫畫的封面 還有我不知道發佳是否沒有黑河 有有有 這本是入膠袋 有 有的 也有的 唯獨是封面不一樣 沒錯 即是他現在出了三個封面的版本 發佳的問題 我星期六有去過外面去找是沒有的 合理 因為他昨天出的 昨天出的 剛才錄都沒有出 是 是 是 多謝這位主持 答得很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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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再說一本 但你說 應該是四個 因為他在農事外的草圖 還有一個全白色的 全白色的 是送給他們的親朋戚友 只有十本還是二十本 是 那我有幸見過 Tommy 我有幸見過他們簽了名的 那些 他是一個適長料的 因為他們很遲才送來 那天 哦 為什麼不是黑色的 因為要給人畫東西 他們用黑marker 不會用白marker 好 說回幾本黑漫畫 那些 懸疑鬼怪 外星人 這些都適合 我們主持只有兩個最適合這些 冰姿 但他很不幸 陣亡 不要說 應該是指評 那你有什麼評價呢 其實他 我其實有幾個故事蠻喜歡的 因為其實我蠻喜歡裡面有個故事是 那個叫什麼名字 其實說回本書整體 其實我覺得他的故事蠻難分的 因為有時候他去到下一個故事中間 其實他沒有特別說到他轉了故事 所以有時候要記回故事名字是有點困難的 就是第一個和第二個故事 其實他應該是第十三和第十二 不是這個第二第三個 中間隔了和仔 對 就是那個和仔的轉到Aliens那個 其實我覺得有點難分 Aliens那個即是 大慶賢 大慶賢 就是模擬遊戲之後 那段我覺得 我以為兩個故事是一個故事 我以為是 前面那段是一個聚焦 後面開始講下去其中的故事 但是回看作者又不是 其實我覺得是 那個編排上面是有點奇怪 很難分辨到 Anyway 其實我比較喜歡 就是Case 2 那個 五島空間的故事 就是 廖光祖的故事 對 編劇 至光 編劊祖 對 對 因為其實 我自己剛才 和大家說 覺得這個故事好像有點無謂 不知道他想怎樣 但我覺得其實 短編的故事 又不需要一定要是 很有劇情 很有劇情 反而可以是 講這個意念出來 那故事說什麼呢 故事其實就是 有些外星人 在五島空間 來到地球 想 侵略這個 第四島空間 的世界 但原來 第四島空間 和第五島空間 其實是 不重疊的 互相干涉不了 之後他就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就完了 故事就這麼簡單 但是 我自己覺得 這樣一個短編 其實 你只要講了這個 意念出來 然後 一開始你抓不到 這個意念 會是這樣走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OK 其實我挺喜歡這個故事 我同意 其實短編 我當你六頁左右 其實你不必一定要 是劇情向的 你單純買一個想法 他沒有任何東西 他會告訴你 他在編繪那方面 是很跳躍 然後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他最後就是告訴你 總之 第四島空間生活的人 和五島空間生活的人 是交集不到的 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玩了一件事 其實有少少 半原意 就是 透過那一槍 射不中之後 然後解僱 就是這麼簡單 做完了 還有他有少少 包含 其實他一開始那兩個外星人 是串避那群螞蟻 其實他們是不知道 自己活在一個什麼空間 其實最後就是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互相不干涉 亦有些事情是不知道的 所以 智光的有些想法 是 一直都是有條件的 其實 黑豹有段時間 都是說一些很深的 被人說很深的 什麼佛式 五色 八色 二色的色 柯拉耶塞 對 即是說那些 那時候有人說 完全是偏離了黑豹的風格 當然 如果你用肥良比 當然是很不一樣 但是 智光的事情就是這樣 你看看108 也是這一類的故事 但就完了 我們都沒有說 108 也很合理 反而其他幾個故事 特別是跟著 Calling的故事 我覺得其實是有點亂的 嘉嘉那個 是的 特別是故事就說 有個女生想去偷入去 即是想混淆一個 研究外星人的博士 看看裡面有什麼高科技 就跟別人合起來 但是他裡面那些畫 因為有時候同步處理 就是一個賊仔偷入去 一邊就跟那個肥人在搞事情 其實我是覺得有點亂的 有點難去抓 邊膜打邊膜 就是要想的 還有我不太知道他想說什麼 反而那天 萬記 因為我跟他一起排隊 找一下 阿龍少爺簽名 他就對這本書 無聊在那裡揭 我揭第一頁 我那時候 我沒有吵的聲音 還是說什麼 那怎樣 我揭到一個故事 我是看到鹹蛋超人 那麼巧 那陣子 大家都 對於這個 港萬的版權意識高漲 那我又重新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 有沒有拿版權的 這個鹹蛋超人 沒有啊 那阿龍少爺自己說得很清楚 那 他那兩天也是 很踴躍地回覆我們 關於那個鹹超的版權問題 那他知道 他承認了自己在那裏做得不對 是的 那也說 以後都不會再侵權了 是的 那 大家都知道 港萬一直都 一邊就 大叫打擊這個網上道班 但是 在另一方面 就有很多 被人救病的抄圖行為 或者拿別人的抄圖行為 我會這樣說 那不是說你拿別人的抄圖行為 就不可以說 那些人拿你的書 我們都說過一次 就是不充力的 但是 同一些 或者做事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這樣 那 那 講起針決能為 是不是有些事情想說一說 那今天 其實都不是今天 很多謝 所以我們說 將不同的 節目放在不同的地方 真的有好處 正正因為有一位朋友 在我們YouTube Channel上 講回《漫畫少年》 那一集的咬者 就告訴他 原來他小時候 即是他一聽完我們這集節目 他就想起 原來這一位叫 Robert Silverberg的 外國小說家 其實就有一個 隱身犯的故事 那他就說 因為他沒有看漫畫 所以就不知道 究竟那個故事 是不是真的 一模一樣 那我就把這個Post 帶回來Facebook 有朋友幫我們 即是 我們最初都傳疑 雖然可能去景以往的 往績都不太好 但我們都傳疑 想想想想想 可能真是 巧合 但竟然有網友 就在一些 小說網上 找到 這位 Robert Silverberg的 小說原文 然後一對 厲害了 不單止是抄想想想想 基本上是所有文字都放了下去 他可能會把的摩尿媽 掉了 但是 你真是 即是那種叫什麼 原汁原味 是 我看了整段好像多了一個 因為兩個字 原文照錄 是 即是這種強大 那你 糟糕了 即是 你在這本書 又沒有說你這個隱身犯的故事 他到最後也是一樣 也是因為 他是沒有改過 因為到最後 都是說那個主角 就是聽到 另一個隱身犯 說了一句說話 好像是 你很冷血 還是不知 你很冷望 不知道什麼 最後他抱著他 然後他再被人拘捕 一瘋無揚 我屌你了 大哥 你 即是當整個漫畫界 即是我真的可以 即是跟牛佬 一樣 即是 香港的漫畫界 就是被你這些人搞死的 即是任何謊 都可以指著你們 來講 抄的是一模一樣 自己搬到 然後你在這個故事裡 在任何一個位置 甚至乎沒有說 在書後 任何一個位置 說過這個故事 是拿了別人的故事來畫 不是不讓你拿別人的故事來畫 但是別人的官方網頁 是說 如果你想合作的話 請發個email給我 我們聊一下 那你很明顯沒有 Sorry 你不是很明顯沒有 如果他警理有 告訴我 我向你腦衝部道歉 不跟你們兩樣子 我跟他講 OK 你應該說 應該在書上 要寫出來 要寫出來 我相信 如果你有聯絡過作者 作者會提出這些要求 就是你在書後面 告訴大家 這個故事是由我原初 我相信你一定會 說真的 你不要說 抄了整個故事 即別人寫畢業論文 你一兩隻字 你都要寫出來 出處 哪一本書 哪一行 你做文學系不僅如此 有時候連引文也要說 我覺得最 最吊詭的是 抄 你最少改改字 但斷得這麼正 鬥不了 很難看 很難看 你剛剛接受報紙訪問 說到你為了大家 帶來一些童年的美好的回憶 然後你出來 沒多久 你就被人看到 不單止這個故事 還有之後 青蛙藍國幅圖 都是抄狗魂的 你買書的人 被人笑 是很尷尬 我打算買一本書 然後你看看多好 他的故事都很難 不是啊 抄了 抄了 現在你說童年回憶也是對的 童年的回憶也是對的 你想想他是在進步 他是在進步 由他初出道的時候 可能是抄磁上的畫風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些漫畫少年 再早一點 他是抄磁上和 蒲宅的 蒲宅的分鏡 在網上有公開過 現在是把整個故事抄出來 連字都不用改 那這些就是進步 一些自己的東西都可以沒有 那這些就是自己的進步 你說這個是故事抄 我很承認是抄 你剛才說不止抄 但是我覺得他的情況是偷那個故事的 偷那個小說的內容 你說他有沒有付出過 我覺得他有付出的 那你把文字變成畫面的付出 其實都很大 但是 你始終都難逃不到這個命運 但是其實你可以做很少的事情 或者你做少少的基本的 處理功夫已經可以改善到這些問題 應該這樣說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七十八十年代 那時候他已經被人救病得很厲害 就是他大量向這個金融和古龍致敬 但是 那時候的所謂版權意識 最初在香港就 正常都沒有 正常都沒有 那大家還可以幫他兜 那時候沒有 那現在 來到二次一世紀 人類進步了 香港這個 又說搞什麼 創科局 應該很尊重版權 這個地方 你還要做這些事情 第一件事 如果版權發立 立主應該是先拘捕你這幫家產 如果業界的人還相信 都是那些混亂 網站類人死 講完業界 那你們自己也會先拘捕 如果你想人家 理直氣壯些 你又大張旗鼓 好了 又出畫集 又出畫版 我想突然想到一個 很好笑的畫面 如果你走出來一大遊行 敦促政府這個正式版權 然後第二招 拉爛了這幫人 第二招 第二招應該是會有些報紙 不斷 有幾十版出來 不材料 幫這幫人對比 去他們 以往的侵權行為 到時候就很尷尬 這些是過輪分 你不是一頁半頁 我當你假如一頁半頁 或者一個構圖 我真的當你一個構圖 可能大家都當鼓聲引了它 但是你整個構圖 偷偷了你 還有 怎樣說呢 如果你有些構圖 很接近的 你都還可以 因為你知道這個世界上的構圖 我們所謂老土的構圖 就差不多 例如你說我偏師也好 我經常都說 武道狂無限之主人 差不多可以討論 因為他的構圖 很大路 但是這個構圖很明顯 不是一條大路的構圖 而我講的是 人生犯的構圖 不是一條大路的構圖 他連題目都偷偷了 你連這個構圖都致敬了 其實你很難去回避 有時候我都覺得香港做創作 所以我不是做創作那群人 屌你 寫歌那些又這樣 我是講的來還可以 音來去都是這樣 抄了一整首歌 跟著呢 跟著又說自己 什麼東西 亞洲娛樂中心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漫畫也是這樣 也是抄的 其實 有時候 我是不喜歡強國 但是在某程度上 強國的娛樂性 已經超越了香港 至少你看那些抗日劇系 都是香港的創作人 監製的 你這個例子會不會夠 在另一方面超越 或者這麼說 強國的節目 製作認真程度 當然很不完創 如果大家都不完創的人 製作都比你認真 在這一節完結之前 交代一下 其實水景的 劣跡斑斑 有跡可尋 在下 在稍後的時間 就會撕冷了這一本書 那黑漫畫呢 他承認了 而且他不是抄到十足 剛才阿基說了 他直接偷了別人的方法 這種卑劣是明顯的 黑漫畫在說 每一個故事都有科幻元素 其實他會試不試 他沒有隱瞞你 他用了咸超 而他用了之後 他承認有問題 但如果你當 波龍那個是科幻漫畫的話 他有一個 是有些變位的 那個變位其實跟超人是沒有關係的 那他可以的 他用一個角色做二創 所以他的角色 不是照差人的故事 而是玩那個角色 只是我們認為 異創在一本商業誌裡 就不太合適 或者這樣的而且都是侵權 這也是事實 但是 這種偷野 那種令人發指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一版半版構同 有時候大家都會累一聲 但這個不是 有位聽眾在群組留言 說 水晶試過抄龍少尊欄 因為出版時間有分別 水晶反而出版 龍少知道之後 私人難了自己的尊欄 尊欄 尊欄也尊欄 嘩 嘩 嘩 現在說的事情是不停互相傷害 好 那 還有說多一點 如果只說撞巧 其實鄭彥和在DART的模擬遊戲 都是跟日本漫畫的世界制服裏面的故事 都是照撞巧的 都是說誰設計誰的 這些是剛才Tim在說的 撞巧的東西 但不是像他這樣搬了整個東西 你的字都一模一樣 你是斷錄的問題 除了多了一個因為 最後要說 我又不覺得照抄是特別可惡的 其實沒有問過人用別人的角色 其實我都覺得很可惡 但這個就是各自自由心靜自己判斷 我最擔心你會不會撞黑漫畫 因為黑漫畫都 你拿著我買的 其實我撞了他買的 其實差不多的 那個臂力需求應該差不多 試一下 稍後回來說 好嗎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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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combination 都